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虽然我已经非常非常的疲倦了 这几天真的出太多影片 不过网友们询问的依然非常热切 我可以想象当你有一个东西卡在那里 没办法继续的心情 所以还是来赶快讲 那我挑哪一个来讲呢 我还是从基本的讲解好了 因为如果没有从基本的讲 也许后面反而是因为前面的问题而卡到 来 我们现在先讲一个 当我们开启这个魏力导演之后 怎么样汇入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媒体包括照片 图片 影片 声音 那音乐党这些都是用同一个方法开启 那我之前有讲过 如果你要开启这个你的专案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先把所有的档案都先整理好 对 我在哪边讲了 我在前面就讲了 在制作 开始制作影片前的一些注意事项 那在哪边呢 在这里 有没有 我们放大一点看好了 整理需要的影片所需要的影片照片等等 这是在我讲档案管理的时候讲的 好 那所以如果你已经整理好 好 那接下来动作会方便许多 我们回到魏力导演 我们只要按下这边 汇入媒体档 有没有看到 好 汇入媒体 好 按下去以后 汇入媒体资料夹 如果你全部整理好在一个资料夹 你直接开这里就可以了 好 那当然如果是一个一个档案 你可以按这边 好 那我们汇入媒体资料夹 来 我们来看哪一个资料夹 我要做这个影片 目前我已经把所有的图片啊 照片 影片都放在这里面 我只要按下确定 好 这个时候它就会全部开出来 那除了这个方法以外按 那如果你还有事后发现有一两个图档 或有一两个影片 你可以按汇入媒体档 然后去找到这个资料夹 其他资料夹 不管你是放在哪边 你都可以透过使用 诶 这个 不知道大家 平常开启档案习惯 如果档案管理的习惯 都可以从这边有没有 好 按下去去找 那当然你也可以 我们先把它关掉 你也可以使用档案总管 来 我把档案总管开起来 好 这是我们的档案总管 你可以找到你要的图片 好 比如说我要增加这辆小女孩机家车 我们只要把它拖替过来 我们只要把它拖曳过来 在这个上空放开 咚 它就掉下来了 好 那它所排列的位置会按照档案名称来排列 那这是方便开启 你所需要用的影片素材 不管是影片或者是声音或者是照片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希望大家能够养成好习惯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